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歌坛成绩斐然 绝对是有说服力的 果然这就当上了创造营寺的导师 果然呢 他妙语连珠的点评和示范不实成为了话题 甚至在学员表演的时候 他任任做笔记的样子 也因为周深当导师向老中医开药房上了自热搜 我对男团什么呢 本来是不感兴趣的 何况第一场开播就引来了一片嘲笑声 但为了周深呢 我还是决定看一下 开始几个组合的表演的确是一言难尽啊 水平差先不说 18、9岁的少年总得有几分男人气儿了吧 居然耍宝卖萌 有的像女孩 有的像小朋友 尤其是几个外国组合的表演 那个水平明显高出了一截 而且有阳刚之气 难怪引来了骂神一片 还好奇葩的也就前面的几个 在后面呢 就正常了起来了 再后来呢 就颇有几个好的了 尤其是有个笛子伴奏的舞蹈大鱼 很民族 很优美 演员台风也好 被五一绊倒了也没有乱的节奏 咦 好像有点跑题了 我要说的是周深的点评 周深很善良 很照顾选手的自尊心 每次点评都包括了肯宁优点指出问题 亲自示范几个程序 虽有读舌的水平 但是绝不读舌 印象深刻的几个点是 他指出了一位学员在唱曹操球的问题 在哪里 用跳舞的方式来唱歌 他用力了 跳舞要有力度 唱歌要有自由度 要有轻重 示范了几句之后呢 优劣对比明显了 引起了学员的欢呼 他指出了一位叫做吴宇恒的学员 自带弹幕 每当要用到一个声乐技巧的时候 都会先呈下在脸上 他神还原了那位选手要唱高音时候 预先抬头闭眼的表情 剑影写的效果很大 周深不忘用自嘲安慰学员 说自己也有过用脸唱歌的直气 令我想到他好声音上唱的欢言 多多练习 积累经验后会好的 细心善良 最热闹的点评呢 是诺言的 那是一位电竞冠军 唱功比较业余 周深指出他唱破音的原因是不会用肚子 大概就是丹田之气的意思吧 然后呢 他讲解了如何找到并且用上肚子 并且示范自己用上肚子之后 一边跳一边发声 声音还是稳定的 影的宁静惊呼说好稳 结果呢 邓昌宁静等导师和全体学员 集体起立找肚子 并且试着一边啊一边跳 后来声浪和跳跃的节奏渐渐一致了 临时搭建的台子有了产生共振的危险 周深呢就赶紧叫停了 真的是有声有色的一刻呀 我忽然想起在蒙面唱将当背包客那一次 周深回答说 美声和流行发声方法的区别时候的问题 也曾经带领过评委和猜评团成员 全体打哈欠找美声唱法的发声位置 周深如果当老师还真是个能够深入浅出 教学方式生动活活的好老师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